大家好,欢迎来到musicunion.com 频道 今天跟大家讲讲我身边这对Alphalon的PAM-1喇叭 上两周我将这对喇叭的相片上Facebook 告诉大家它下来我们的试音室 即时有几位观众上来听听它的表现 可想而知Alphalon的确有不少的涌顿 Alphalon这间厂在音响业界中做了几件领先业界的事情 首先它是第一家聘气采用全对称双体设计的喇叭公司 亦是第一家采用陶瓷单元和转型高音的喇叭品牌 而且亦是第一家采用木箱包装和附运的喇叭厂 可想而知它们不会默守成规不断追求进步 PAM-1在PAM系列中属于最基础型号 Alphalon在2018年全新推出这个系列 P的意思是代表Position M代表Monitor 厂方以精准的鑑定为开发目标 希望在合适的双体尺寸下 能够发挥最强动态和最佳的效能 厂方在宣布PAM系列推出时 预告了有四个型号 率先推出的是旗舰营过的PAM-4和基础营过的PAM-1 而PAM-2稍微面世 但由截稿为止 PAM-3在网上仍未见到中影 PAM系列喇叭的主要技术 都是源自厂方超级旗舰TESRAC 移植过来 Position Monitor 虽是一个全新系列 但你一样在它身上找到Alphalon一贯出色的立体音场和强滑动态 整个系列的双体设计概念都是一致 分别的地方在于不同型号的双体体积 单元的级别和不同的分音设计等等 我们今次讲的PAM-1和旗舰 跟PAM-4的设计路线稍有不同 PAM-1是走易驱动和高效率的路线 虽然它是十几万级别的喇叭 但它对抗音机的驱动力不是很可怕的 无论是使用写机或低瓦数的胆机 都可以驱动它 简单来说 PAM-1虽然是PAM-4的精简版 但它仍然有平顺频率响应 无论在家居或露感室 它仍然可以忠实重播音乐里的细节 还有一件事 有一点提到阿弗洛 大家第一个印象是很巨大的箱体 我放一对书架子连续架 在PAM-1旁边给大家做比较 在画面大家都看到 阔片并不是很远 阿弗洛的喇叭 都是采用串石形切割多面式前像板设计 立体结构的双身可以减低注意波的产生 于高级型号 它的切割面是更复杂 这种设计优点是令声音更加干净 而它的后傾式像板设计 可以令单元的传频上位更加准确 这对喇叭的前像板厚度达到三吨多 据我所知市面上 很多喇叭的前像板厚度都是串领左右 为何厂方要用这么厚的前像板呢 因为很多时候 双体震动的源头大多是来自单元 不同的厂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有些厂用金属前像板加强光度 而Avalon 是采用厚的存在板去对付问题 尽量令震动不要影响声音的清晰度 PM1 在选购时有两个版本给大家选择 第一个是标准的压面版本 第二个是我身边这一对 HIGH GAUSE 版本 而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HIGH GAUSE 版本 它的造工真的比美高级乐器 最近我看过一篇评论 某喇叭出了一个新的HIGH GAUSE 版本 雜誌社借了它和标准版本作一个AB比 前辈一评测后就告诉我 虽然厂方提供两对喇叭的性格是一模一样 但听完后 HIGH GAUSE 版本的声音更加优誠 他们也解释不了是什么原因 他们估计可能因为做了高抛光处理 令雙体光性更加紮实 所以声音提升了 我借不到多一对PM1的雅面版本 来做AB比 但我相信同样 对你家主的身上 你都是异谷同工之效 其实不用多说 HIGH GAUSE 版本真的漂亮很多 有些观众一上来 看到我把PM1拆了网来听 就立刻告诉我 AVALON是不可以拆网的 你会不会拆网的 我最主要的问题 再次请教代你 代理说 AVALON某些型号 的确是要联网听 因为阻力物料是在网上的 如果拆网 你是得不到最佳效果的 而PM1的阻力物料 就黏在双身 所以是可以拆网听的 不要当我这么笨才行 有些观众一上来 你会说 它是用Scan Speed 的尖被子高音 和Ethan的低音 没错 它是用Scan Speed 的尖被子高音 但是不是Ethan的低音 我就不清楚了 双7吋的低音 是用Lomax Coverler 的复合式物料製作的 优点是有高光性和轻 单元除了用料靓之外 磁铁部分用了特有技术 有利能量存输 和低底槽特质 它们用的单元 都特别为PM系列开发 经过数据的调整 而每对喇叭的高音和低音单元 都经过特别匹配 制作上十分讲究 分音器也是阿弗奈 非常重视的环节 它用的分音器 直接演化至超级旗舰TESRAC身上 用手工搭牌汗接技术 来制造分音器 可以避免PCBboard 劣化音质的问题 它的分音器是磁场控制技术 能够加强能量转移 大地降低了对电流的需求 解释到PM1为什么这么容易推 大大改变了以前的人 觉得阿弗奈一定难推的印象 它的灵敏度达到93dB 对抗音机真的非常友善 这对喇叭究竟有多容易推 我用了近期大热的NAD M10合併机 去推动一下它 当然我知道 一个2万併的併机 去推一对十多万併的喇叭 是完全不适合的 但我真是想知道它有多容易推 得出来的结果 也是推动它 但两者之间的级别 实在相差太远了 你很明显听到抗音机 是追不上喇叭的表现 我就证明了它真的很容易推 但要玩得它靓声 当然不可以观音头掃把脚 胆肌石肌我都试闻了 它真的不负Monitor的名字 两者不同的特性 都即时表现出来 阿弗奈签名式 极深极阔立体音场 隐形的脱双能力 还有三高 高速度、高密度和高动态 都可以在身上找到 虽然它没有鑽石高音和陶瓷中音等等的价值 这些也在贵的阿弗奈斯看到 但高音仍然是通透细致和感染力 例如播出金属敲击乐器 它仍然表现到强烈的金属质感 中音是有肉底有质感的 整体来说是后乱的 人声是有感情的 而低音就是它的强行 高密度、拳拳到肉 有速度但又不胖利 不知为什么 有些朋友可能你也认识 每天都要听听天啊 第一鼓才安乐 这对喇叭就适合它了 鼓棍都打完你几次了 它的低音的确需要时间去煮 分钟玩你两三百个小时才进入状态 大家真的要花点时间去煮练它 另外一件事 它跟很多贵价喇叭一样 只能用叉插的喇叭线 我手头上的招插喇叭线便无用无之地 阿弗奈斯不是对对都这么大堆 如果想在香港祸居玩阿弗奈斯 也有选择 这对PAM1暂时不会放在地视音室很久 原因是它要8月音响展现身 如果大家来不及上来 便到时音响展见 有机会我们都会在会场现身 记得密切留意我们的动态 喜欢这条影片 大家记得订阅 拜拜